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 奥地利 内斯特林格 康拉德 在奥地利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城市里 有一位不老也不年轻的太太名叫巴托洛蒂 这天早晨 她正躺在家里那张摇椅上 一边摇着 一边吃着早餐 因为躺着吃喝 她那件浅蓝色沉衣上就留下了棕色的咖啡剂 黄色的鸡蛋剂 还有许多面包屑落到了领子里面 吃完早餐 巴托洛蒂太太站起来 用一条腿跳了跳 直到把沉衣里面的面包屑都抖落到地板上 然后对自己说 我亲爱的 去洗一洗 换换衣服 她对自己说话 总叫自己亲爱的 因为小时候她妈妈就这样叫她 后来她丈夫也这样叫她 可现在这个家只有她一个人 她走进浴室 想洗个热水澡 可惜她养的金鱼正在浴缸里游来游去 于是她只好拿起一块药棉 把脏脸擦了擦就算干洗了 然后换了衣服回到起居室正准备动手支地毯 突然门铃响了 她想 这一定是邮递员送汇款单来了 因为她时时都盼望着卖掉地毯的钱快会来 一点不错 来的正是邮递员 但她送来的不是汇款单 却是一支大纸板箱 看样子足有20公斤重 也不知是谁给她游来了什么东西 可也并不奇怪 因为她有个坏习惯 狠着迷报上的订货券 凡是看到了 就会填上并减下寄出 于是她经常收到许多古怪的东西 包裹里有一封信 她念道 双引号 送上您预定的货 请查收 万一您不再需要我厂这一产品 可以退还 请通知我们 我们会派人来取 但我们必须指出 我们只能收没有打开过的罐子 这可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她看着纸板箱 想 里面到底是什么 要不要打开呢 好奇心战胜了她 她用剪刀剪断了纸板箱的绳子 打开纸箱盖 看见了那个闪闪发亮的银色大铁罐 她捧出铁罐 拼命回忆 这是订购的什么呢 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她把铁罐细细看了一遍 发现边上有一圈金属带连着一个拉环 于是她用镜去拉那个环 铁罐被打开了 罐里先是透出一股医院里的那种气味 然后 铁罐里传出了说话声 妈妈 你好 慢慢站起来一个全身皱巴巴的小矮人 巴托洛蒂太太吓得倒在了摇椅上 小矮人站在铁罐里 说 妈妈 快 按说明书办 我已忍受不了了 巴托洛蒂太太像接受了命令式的摇晃着站起来 她找到了一袋营养粉剂 并按说明书先将营养粉用 四公斤温水化在一个小塑料桶里 然后一说明书 又将这营养剂涂在 告诉巴托洛蒂太太 妈妈 我叫康拉德 是工厂里用高度技术 和特别配方制造出来的 你喜欢我吗 你高兴吗 巴托洛蒂太太还没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她知道 孩子需要爱 不能让孩子伤心 于是接口道 我当然十分高兴 我爱你 孩子 康拉德笑了 谢谢妈妈 我刚从冠里出来 感到很累 想先睡一觉 可以吗 否则可能出故障 当然可以 巴托洛蒂太太说 康拉德上了床 巴托洛蒂太太给她盖好 她说了声 晚安 妈妈 马上就睡着了 巴托洛蒂太太感到 她的确喜欢康拉德 喜欢极了 她在床边看着熟睡着的康拉德 忽然 她又想到了什么 对 该给孩子去买几件衣服 不然 她醒了 穿什么 巴托洛蒂拿出了所有的存钱 六张五元钞票 急匆匆地来到百货商店 精心挑选了铜装 鞋帽和玩具等几大塑料袋的儿童用品 回头又买了一张儿童床 并请店员当晚要送到她家 然后就提着东西往家赶 快到家时她又用最后的一点钱买了糖果和冰淇琳等 回到家时 康拉德已不在床上了 她裹着被单站在窗口看下面的大街 你好 妈妈 康拉德帮着妈妈放下手中的东西 又说 妈妈 我因为冷 裹了被单 我希望这不算淘气 这当然不是淘气 来 快换上刚买的衣服 她笨手笨脚递给康拉德换上了新衣 康拉德穿上了一套漂亮的衣服 头上戴了顶浅蓝色的帽子 你好看极了 快去照照镜子 巴托洛蒂太太高兴地说道 不 小孩子平时不该照镜子 要不然会变得爱虚荣的 康拉德回答 哦 对不起 巴托洛蒂太太咕噜了一声 巴托洛蒂太太端出冰淇琳让康拉德吃 但康拉德却摇摇头 妈妈 冰淇琳不是在饭后才可以吃吗 天啊 这孩子怎么懂得那么多规矩 太太糊涂了 把冰淇琳全吃进了自己肚里 后来 她又拿出了许多玩具 让康拉德玩 康拉德问 我的游戏脚在哪里 什么游戏脚 巴托洛蒂太太从没听说过 康拉德解释 就是不会炒大人工作 又不会把房间里的东西弄乱 而小孩可以在那里玩耍的房间角落 哦 原来是这样 这房间的四个角都可以 你把玩具都搬去吧 不 先拿一件 一个孩子一次最好玩一样东西 康拉德拿起一盒积木 走到窗子旁的一角 妈妈 我就在这个角可以吗 当然可以 康拉德很专心地在那里 玩起了搭积木的游戏 巴托洛蒂太太很有兴趣地看着康拉德在玩 过了一会 她才想起自己该支地毯了 不然 她和康拉德可没钱生活了 巴托洛蒂太太悄悄离开康拉德 来到了工作间 不久 便一心支起了地毯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她才发现康拉德站在身边 看表 天已经晚了 你饿了 是吗 她慌忙叫道 不 不饿 营养液够我一整天的营养 我是想请你教我唱一个七岁孩子唱的歌 七岁孩子唱的歌 巴托洛蒂太太尝试想出她小时候唱过的歌 可想来想去都是大人唱的歌曲 最后她终于想了一首小时候跟奶奶学的歌 唱了起来 小查理 真聪明 骗了奶奶 骗爷爷康拉德听着 却哭了 巴托洛蒂太太奇怪了 你这是怎么了 妈妈 七岁孩子不能学唱说骗人是聪明的坏歌曲 啊 这是坏歌曲 康拉德点点头 巴托洛蒂这才明白康拉德哭的原因 她保证今后再也不唱坏歌曲 也不讲坏话 康拉德这才止住哭声 正在这时传来了门铃声 巴托洛蒂太太想起来了 一定是药剂师托马斯先生来了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 每星期六晚 他们都要相会一次 天啊 我简直忘了 他跑去开了门 果然是托马斯先生 我弄来了两张戏票 晚上请你看戏 不去 我弄来了一个男孩子 晚上我不能出去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托马斯先生十分惊奇 这时候康拉德也跟着来到了门厅 他走到托马斯先生面前 跟他握手说 您好 先生 这是我的儿子 七岁 叫康拉德 巴托洛蒂说 这可把托马斯惊呆了 巴托洛蒂想到该向托马斯先生解释 但又不愿当着康拉德的面 巴托洛蒂太太对康拉德说 亲爱的 你去看电视里的儿童节目好吗 嗯 好极了 康拉德听话地到起居室去了 巴托洛蒂把托马斯先生拉进厨房 然后就把整个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听完 托马斯十分高兴地叫道 有这样一个富有教养的孩子 真幸福 走 看孩子去 托马斯先生拉着巴托洛蒂太太来到了起居室 这时康拉德正在专心地看电视 但托马斯先生却把康拉德抱起来 一边亲他 一边不停地称赞他 看来托马斯先生也深深地爱上了他 直到有人送儿童床来了 托马斯先生才放下康拉德 康拉德上床时 巴托洛蒂太太在康拉德嘴里塞了一块巧克力 他咽下巧克力 说 谢谢 非常好吃 可我还是觉得很难受 康拉德解释说 孩子在临睡前是不该吃糖的 他在工厂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只要做了不该做的事 他的心里就会很难受的 后来康拉德睡着了 他睡得像个小天使 托马斯先生和巴托洛蒂太太两个 看着熟睡了的康拉德又坐下说话 这可爱的孩子需要个爸爸 而我 我可以做个好 好爸爸 托马斯先生有点结巴地说 我不相信一个七岁孩子非要个爸爸不可 巴托洛蒂太太说 第二天是星期天 巴托洛蒂太太问康拉德 我们出去玩玩好吗 但是康拉德说 我想做好准备明天去上学 我想我可以进小学二年级 能把他们的课本借来让我看看吗 巴托洛蒂太太叹了口气 到下面二楼罗伯逊家去 因为罗伯逊的女儿基地正好读二年级 康拉德拿着巴托洛蒂太太借来的 语文和算术课本十分高兴 他又要了一支铅笔和几张纸 便认真的坐到桌子边看起书来了 巴托洛蒂太太觉得他眼下不需要他 认为自己该去支地毯了 现在他急着等钱用了 因为他给康拉德买东西把钱全花光了 门铃响了 康拉德跑去开门 原来是托马斯先生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还不到星期六啊 巴托洛蒂太太问 我想我是孩子的爸爸 有空就该来看他 孩子会认你这个爸爸 巴托洛蒂又问 是的 他同意的 托马斯先生说 只见康拉德在边上点点头 巴托洛蒂太太叹口气 自语道 好吧 既然这样 我想也好 托马斯先生和康拉德在一起做作业 托马斯先生惊奇地发现 康拉德能熟练地完成二年级学生所有的作业 而且字也写得漂亮 他该读二年级 他应该读三年级 或四年级 托马斯先生起进地叫道 星期一早晨 巴托洛蒂太太领着康拉德到学校报名上学 这时托马斯先生已等在校长室门口 经过考试 女校长十分满意地 同意康拉德近三年级学习 看着女校长亲自带康拉德 上三年级教室去 巴托洛蒂太太和托马斯先生俩高兴地笑了 下午放学了 学校里拥出来一大群男孩和女孩 巴托洛蒂太太和托马斯先生 早已先后来到校门口等着 他们见康拉德也接着出来了 便迎上去异口同声地说 在学校快活吗 不很快话 我跟普通孩子好像不一样 他们叫我小傻瓜 康拉德说 他们是些不懂礼貌的孩子 你可以不理他们 托马斯先生对康拉德说 正在这时 住在二楼的罗伯逊的女儿基地也走来了 他先向两位大人问好 又对康拉德笑笑说 今天我生日 等会请你上我家来玩好吗 爸爸 妈妈 我能去吗 康拉德问 当然可以去 巴托洛蒂太太抢先回答 你去也好 可以看看普通孩子的生活 托马斯先生又说 回到家后 巴托洛蒂太太给康拉德 换上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然后对他说 你可以去做客了 好吧 谢谢妈妈 康拉德高兴地蹦跳着来到了基地的家 基地请了好多小朋友来家 除了他的同班同学托尼和雅妮 还请了康拉德的同班同学燕妮 和骂康拉德是小傻瓜的弗兰克 起先他们一起吃着生日茶点 玩得不错 可后来托尼不小心碰翻了可可杯子 可可流到了台步上 以滴落到漂亮的白色地毯上 基地知道他妈妈多么喜欢这块地毯 他吓得大叫 不好了 妈妈 快 可可 地毯 罗伯迅太太听到喊叫 赶快拿着湿毛巾跑来擦那滩可可忌 并叫道 你们这些孩子不能小心点吗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康拉德 托尼叫道 托尼说谎 不要那么下流 基地大叫 可可忌终于擦掉了 孩子们接着又玩意和问答卡片 托尼和弗兰克抢先各拿了一张看了看 摇摇头说 这些问题小学生答不出 不玩这个 可康拉德拿来一看就答出来了 斜塔在意大利比萨 144的平方根是12 爱卖弄的傻瓜 托尼不服气 他是瞎编的 爱卖弄的小傻瓜 他什么也不懂 弗兰克也叫嚷着 还对康拉德的肚子打了一拳 还手 打他 骂他 燕妮对康拉德说 可康拉德摇摇头说 我不能打人 不会骂人 胆小鬼 他不敢 弗兰克大叫着又打了康拉德一拳 但康拉德还是没有还手 基地在边上看不过去了 他大叫 助手 他是我请来的客人 说着他朝弗兰克肚子也是一拳 环踢了一脚 罗伯逊太太这时赶了过来 拉开了基地说 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该回家了 弗兰克拉着托尼不服气地走了 其他几个小朋友也走了 基地送康拉德上楼 到了巴托洛蒂太太家门口 基地对康拉德说 我们明天一起去上学 下了课一起回家 谁对你不礼貌 我就对他不客气 谢谢你 康拉德说 他按了门铃 基地重新下楼 在楼梯上对他招了招手又说 康拉德 明天见 再见 康拉德也招招手说 巴托洛蒂太太问康拉德 好玩吗 有不好玩的 康拉德说 但也有好玩的生活就是这样 巴托洛蒂说着 带康拉德进厨房 晚饭吃金枪鱼和面包 巴托洛蒂又忘记买食物了 尽管托马斯先生作为一个父亲 早晨已经给了他养儿子的赡养费 康拉德和巴托洛蒂太太刚吃完晚饭 托马斯先生又来了 他提着个塑料大提袋 看到餐桌上吃剩的晚饭 感到厌恶 他说 做母亲的光让孩子吃面包 不知道他还需维生素 说着从提袋里先拿出了一袋苹果 接着 又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红色书包 哦 多好看 多可爱啊 康拉德叫道 他见书包里面还有钢笔 铅笔和练习本等 更是宝贝的不得了 你母亲没给你买上学习用的东西 他怎么能忘记这些东西 托马斯先生问道 巴托洛蒂太太听到他指责他做的晚饭 又指责他没买学习用具 便发火了 巴托洛蒂太太生气地叫道 谁要你买钢笔书包这些无聊的东西 我真想把你和这些东西都扔出去 噢 妈妈 康拉德吓坏了 你千万别说这种话 他眼睛里都是泪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康拉德又说 工厂制造我们时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家庭问题 看着康拉德流着眼泪 脸也发青了 巴托洛蒂太太知道自己又讲错了话 他急忙问道 我的孩子 你觉得不舒服吗 不 我感觉到你们是在吵架 心里难过 康拉德回答 我们保证再也不吵架了好两位大人同声说 康拉德这才高兴了 康拉德在巴托洛蒂太太家又住了三个多星期 基地每天都等着康拉德一起上学 放学又一起回家 几乎每天的上学和放学的路上 弗兰克和托尼总跟在他的后面 用一连串粗话骂康拉德 不过弗兰克和托尼总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 因为他们太害怕基地了 三年级的老师斯通太太却十分喜欢康拉德 她认为康拉德是每位老师梦想的那种学生 因为康拉德不仅懂礼貌 诚实 而且成绩也是全球最好的 所以斯通太太让他做班长 但许多同学却不喜欢康拉德 而且有些很恨康拉德 原来康拉德和同学们在一起 实犯了许多错误 如几次测验时 有同学悄悄问他答案 他就是不肯告诉 还有一次课间休息时 同学安内特打破了玻璃 老师问是谁干的 但没有人开口 后来康拉德做了回答 几个同学有了淘气事情 都是康拉德告诉了老师 后来基地知道了同学们对康拉德有气 都不愿和他一起玩 就对康拉德说 你应该变一变 同学是不告同学状的 但康拉德只是摇头 他说 我被制造出来就是这样 出厂准备部门也这样训练我 试试看 可以变的 不然 我也不高兴了 基地又说 为了让基地高兴 康拉德试着做了 有一次上体育课 老师要大家做体操 但同学们要玩吊环 当老师领头坐时 同学们都坐在地上不动 康拉德也坐着不动 老师盯着康拉德说 你怎么也这样 康拉德坐不住了 不自由主地站了起来 结果同学们又骂他了 后来康拉德又试了几次 但还是失败了 所以康拉德在学校里 同学们对他的不友好 尝使他苦恼 只有当他回到家里 和巴托洛蒂太太或托马斯先生 还有和基地在一起时才高兴了 有一天下午 康拉德和基地跟巴托洛蒂太太 在一起玩时 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位投地员送来一封挂号快信 原来是制造康拉德的工厂的来信 信中说由于他们厂的电脑出了差错 把康拉德错送给了巴托洛蒂太太 他们马上要派人来收回 并转送给定制这一男孩的父母 这一闪雷式的消息 是三人都惊呆了 过了好一会儿 巴托洛蒂太太才抽气着说 看来他们近两天就会把康拉德要回去了 你不会放康拉德回去吧 基地叫道 他属于另一个母亲 我没权利留他 巴托洛蒂太太说着静大声哭了起来 不 你是我的好母亲 康拉德跳起来大叫 你真是这样想 巴托洛蒂太太有点转忧为喜的说 可能想出什么办法把你留下来呢 巴托洛蒂太太点起了一只大雪茄 妈妈在动脑筋 康拉德说 过了一会儿巴托洛蒂太太忽然大声地说 行了 康拉德 我有办法了 你先离开一会儿 我有话跟基地说 康拉德乖乖地离开了 巴托洛蒂太太跟基地咬着耳朵 低声告诉他自己想出的主意 基地的脸开始亮堂了 这是个了不起的好主意 我当然帮助你 只要能留下康拉德 我什么都愿意干 说着 他们把康拉德叫了回来 并让康拉德躺在地毯上 康拉德莫名其妙 巴托洛蒂太太将地毯卷起来 把康拉德卷在里面 卷了三层 接着基地和巴托洛蒂太太 一人一头把地毯抱起来打在肩上 你在里面空气够吗 基地对着地毯卷叫道 够 我很好 地毯里面一个闷声回答 他俩吃力地扛着地毯 出了大楼沿着马路 上干洗商店去 干洗商店在托马斯先生的药房隔壁 基地和巴托洛蒂太太 扛着那地毯进了干洗店 你们好 洗地毯吗 柜台里一位新来的营业员问 是的 我们是老顾客了 地毯由我们直接送后面洗染场吧 不劳驾你转手了 基地和巴托洛蒂太太说着 扛了地毯直往殿堂后面走 新来的女营业员看着 基地和巴托洛蒂太太吃力地扛着地毯 亲自送后面洗染场 就感激地说 谢谢了 说完就回头招呼新来的顾客去了 但基地和巴托洛蒂太太出了殿堂后门 并没有直接进小马路对面的洗染场 而是马上转弯按响了隔壁药房的门门铃 这时托马斯先生正在前面殿堂做生意 忽然听到后门铃声不断 他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赶紧对正在买药的一位太太说 对不起 请稍等一下 后门有人叫 他穿过殿堂后面的房间 奔到门 刚一开门 就见巴托洛蒂太太和基地 扛着一圈地毯撞了进来 他们随手关上后门就在房间中推开那张地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托马斯先生吓坏了 忽然他看到 打开的地毯中间 躺着浑身是灰的康拉德 你们疯了 怎么开这样的玩笑 托马斯先生火了 谁跟你开玩笑 快把康拉德藏起来 巴托洛蒂太太着急地说 这是为什么 托马斯先生问 你坐下来 我把事情都告诉你 巴托洛蒂太太说 可前面还有顾客等着 那你快把顾客打发了 关上店门 不能关店门 这样会更加令人注意 基地在边上插嘴说 对了 不能关门 那我们到前面说话去 巴托洛蒂太太又说 巴托洛蒂太太和托马斯先生 一起来到前面殿堂里 当托马斯先生把那位 以等的不耐烦的太太的生意 做完送走后 巴托洛蒂太太便悄悄地把事情 详细地告诉了托马斯先生 并让他赶快想办法 那你把康拉德先送到楼上 洗一洗再说 托马斯先生回答道 殿堂后面房间的后墙旁 有一座铁的螺旋梯 通到二楼托马斯先生的起居室 巴托洛蒂太太拉着 康拉德和基地 从螺旋梯上楼 巴托洛蒂太太先让 满脸是灰的康拉德洗了个澡 待康拉德洗完出来 巴托洛蒂太太对他说 亲爱的 这两天你不能回家了 就住在这里好吗 康拉德含着泪点点头 妈妈 躲在这里没用 工厂的人非常聪明 不管在哪里他们都能找到我 不 只要按我的计划办 等他们找到你 就不会再要回去了 你先安心待在这里 我和基地这就回家 等托马斯先生关店后就会来陪你 巴托洛蒂太太说 托马斯先生来了 外面天已黑了 他刚关上了门就急着上楼来了 他问巴托洛蒂太太 你有什么计划 一个改变康拉德的计划 巴托洛蒂太太回答道 工厂要收回的是各懂礼貌 听话的人造孩子 我们把他变成各不听话 不讲礼貌的孩子 这样 工厂的那些人就认不出他是他们的产品了 巴托洛蒂太太接着说 康拉德听着脸都下白了 哦 不 妈妈 我是不能改变的 我已经试过了 不行 看着康拉德难受的样子 巴托洛蒂太太就说 好了 明天再说吧 说完和基地下楼回家了 巴托洛蒂太太一夜睡得不安稳 一直想着如何实施她的那个计划 直到快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天已大亮 忽然她的门铃长时间响个不停 她还以为康拉德出事了 穿着睡衣就去开了门 一看原来是个穿蓝色工装裤的小个子 门一开 那个小个子就说 太太 对不起 我是来收回 错送给你的那个孩子的 巴托洛蒂太太生气地说 错送给我的孩子 昨天就跑掉了 你不该让他走 他是我们工厂的财产 小个子说 你们的财产 自己去找吧 巴托洛蒂太太怒骂着把那个人赶跑了 这一天 可让巴托洛蒂太太难受极了 她急于想去看康拉德 可就是不敢下楼去 原来她透过起居室的窗口往下面街上看 那个小个子下楼后一直待在街上 周围还有几个穿蓝色工作裤的人 直到中午 基地放学回来找她时 才商量了一个可以外出的办法 巴托洛蒂太太用心地把自己化妆了一番 她头上戴上了白发银丝的头套 穿了一身灰布溜秋的衣服 而这些都是她以前预定来的 从来没派上用场的东西 然后像个老太龙中的病老太太弯着腰出了大楼 慢慢地进了药店 路上所有的熟人谁也没认出她来 进了药店 一时连托马斯先生都没认出是巴托洛蒂太太 还问她 太太 要什么要 直到她说 快 让我上楼去 托马斯先生才从她的说话声中认出她来了 而基地先回了一趟自己的家 和妈妈说是要到同学家 帮助同学做数学 过了不久 也偷偷地溜进了药店 这时 康拉德正在认真的看一卷百科全书 见巴托洛蒂太太上楼 才放下书高兴地说 妈妈 我今天又学了许多新知识 哎 先别管这些了 你得赶快彻底改变自己 要不 就来不及了 巴托洛蒂太太着急地说 妈妈 我怕不行 康拉德又难过地说 可基地道很有信心 他说 一定能改变的 原来的你是教育的结果 现在可以重新教育 你淘气就得到称赞 你好就受到责罚 明白吗 对 基地说的对 巴托洛蒂太太更有信心地说 但托马斯先生心里却十分难过 怎么能把一个好孩子变成一个坏孩子 但其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托马斯先生心里想着摇摇头 固自到下面殿堂去了 基地和巴托洛蒂太太开始训练康拉德 他们先叫康拉德说粗话 凡康拉德能跟着说一句粗话 基地就吻他一下 并赞扬他 凡说了礼貌用语就用针刺他 这样不断重复 第二天是星期天 托马斯先生关店休息 他在一边难受地看着把康拉德变成坏孩子的训练 有一次康拉德连着叫了他三声老傻瓜蛋 他还不得不赞扬康拉德 说得好极了 就这样康拉德很快学会了说粗话 乱图墙壁 乱图作业本 十足变成了一个坏孩子 可穿蓝色工装裤的人们也并没闲着 他们调查了解到基地是康拉德的好朋友 就在星期二下午 他们带着一对夫妇 偷偷地跟着刚放学的基地 来到了托马斯先生的药殿堂 那对夫妇对工厂经理说 经理先生 我们马上能领到预定的理想的孩子了吗 是的 请放心 我们厂的产品是很听话的 我一叫他就会来 那位经理先生回答 说着 他不顾托马斯先生的阻拦 冲着殿堂后面大声连叫 康拉德 来 别叫了 蠢猪 我来了 老饭桶 随着脏话声 一个浑身都脏的康拉德跑了出来 你叫我吗 傻瓜蛋 康拉德在螺旋梯栏杆上 一路旋转着滑下来 一头撞在想来领他的老太太身上 对不起 糟老太婆 要我赏你两脚吗 那女人尖叫起来 我向你们厂订购的孩子 你们不是说的他吧 这难道是有教养的孩子 你们工厂是大骗子 总经理眯起眼看康拉德 不可能 他说 这个孩子绝不可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 那对夫妇气愤的走了 我们走吧 总经理恼火递对手下的人说 那么我呢 康拉德问 你这个讨厌的小鬼 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总经理说 等他们一出去 基地关上了门 康拉德脸色非常苍白 天啊 太累人了 他说 巴托洛蒂太太和托马斯先生 摸着他的脸颊说 我可怜的宝贝 你真了不起 基地搂住他的肩头 不要担心 康拉德 我们再重新教育你 我说 你会有什么呢 对手 没什么呢 我怕你 在我说 就因为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